我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这辆重机 遭白色轿车沿路拖行 拖行了好长一段路 才甘愿停下 但这时轿车前头已经在冒烟了 而驾驶当下近还徒步 逃离事发现场 民众看到也赶紧报警 后来警察来是跟救护车来 大家都傻眼 找不到人 车子没人 然后机车驾驶也没有 事发就在北市市林区陈德桥上 八日晚上九点多 胡三岁的张姓男子 由陈德桥往士林方向行驶 追撞前方31岁骑重机的陈姓男子 而这名陈姓男子 也是网红团体里的成员重读 照事后大中机卡在轿车的前车头 张姓男子便继续驶离现场 最后将车辆停放在集合路 下车徒步逃逸 士林分局警方互报后 便立即赶往文林路现场 依准现行犯将张男逮捕 事件造成中机骑士及乘客四肢擦伤 送医后所幸无大碍 骑士经久侧未营久 而张姓汽车驾驶酒测只达1.09 以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以上最吸引主播 我是哈远怡 不用说故事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怡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